另一方面 民主行动党 准备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 提议重新检讨 找遗书法克克刚 教育部部长马志里 不愿针对此事 做出任何回应 他直接把球 踢给火箭部长 马志里今早出席 公民教育计划推荐以后 受到媒体追问 不过他拒绝评论 找遗书法克提 他简单抛下这句话之后 便匆匆离开 另外针对首相和董总杠上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认为 双方应该相互沟通 而不是住起围墙 这样社会才会多一点 多一点尊重和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